宜蘭羅東市中心這間房地產公司 和旁邊公寓相比明顯特別突出 仔細一看竟然加蓋兩層樓 明顯是做大違建 而建物所有人就是他 有給其他政黨高層割過嗎 前行政院政務股委陳正坤 因為涉嫌替IMB案主嫌 曾咬豐買房脫產 遭到檢舉具體交保後 接連被踢爆違建爭議 像是這棟位在純金路的不動產公司 2010年還是三層樓的建築 2012年卻長高了兩層樓 違建事實明確 公正路以及純金路這兩條大馬路旁邊 都有違建的部分 調查說到底有沒有公共安全的疑慮 爆出違建爭議的不止這一棟 陳正坤位在羅東公正路上的 土地帶書事務所也加蓋違建 2020年9月被查獲 未申請建造就擅自增建四樓鐵皮屋 當時縣府貼了停工單 陳家卻還是繼續蓋 最後被移送法辦 但進入司法程序後 陳正坤的兒子堅稱自己沒收到 還說是父親故人來做的 最後被判無罪 而正的違建過了三年依然屹立不搖 以我們權限的一個順序 我們會依照他的一個影響 公共安全的一個程度 來進行他的一個順序的評估 三年多來始終拆不了 直到被捲入IMB詐騙案 被列為被告 不只被曾耀豐的合作關係 一一被起底 連帶自己在宜蘭的事業 房產也無違法 也被人放大檢視 近新聞點訊 黃發生審命要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